希腊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之一 拥有许多著名的古迹和历史遗迹 以下是一些著名的希腊名声古迹介绍 1.雅典魏城 雅典魏城是希腊最著名的古迹之一 坐落在雅典市中心的一座山丘上 包括帕台能神庙 帕斯纳伊瑞克特尼神庙 和雅典的标像 帕台能神庙是古希腊建筑的杰作之一 建于公元前五世纪 曾经是一个重要的宗教中心 2.德尔斐神庙 德尔斐神庙是希腊古代 最重要的宗教中心之一 位于希腊中部的德尔斐市 神庙的主要建筑是阿波罗神庙 建于公元前四世纪 德尔斐神庙也是希腊最重要的 考古遗址之一 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参观 3.圣托里尼岛 圣托里尼岛是希腊最美丽的岛屿之一 坐落在爱琴海上 这座岛屿以其白色的房屋和蓝色的屋顶而闻名于世 圣托里尼岛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和历史遗址 包括古老的古城 古老的教堂和历史悠久的九教等 4.米克诺斯岛 米克诺斯岛 米克诺斯岛是希腊最著名的岛屿之一 位于爱琴海中心 以今美丽的海滩和迷人的风景而闻名 米克诺斯岛也是希腊文化和历史的中心 拥有许多重要的文化和历史遗址 包括古老的教堂 博物馆和古代文物 5.克里特岛 克里特岛是希腊最大的岛屿 位于爱琴海南部 这座岛屿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包括米诺斯文明的遗迹 古老的教堂和修道院 以及许多博物馆和艺术展览 6.奥林皮亚 奥林皮亚 奥林皮亚是希腊古代最重要的宗教中心之一 位于希腊西南部的伊利亚地区 这里是古代奥林皮克运动会的起源地 也是古代雅典人的宗教和文化中心 奥林皮亚的主要遗迹包括宙斯神庙 赛跑场和许多博物馆等 7.卡帕尔纳姆斯岛 卡帕尔纳姆斯岛 卡帕尔纳姆斯岛是古代罗马帝国时期的一个城镇 位于希腊北部的加里利海岸 这里有一座古代犹太会堂和一些古老的教堂 是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重要遗迹 8.科林斯运河 科林斯运河是一条廉价秦海和伊奥尼亚海的运河 位于希腊的科林斯市 这条运河建于公元前七世纪 是古代希腊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 今天科林斯运河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 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观赏 总之 希腊拥有众多的历史和文化依然 这些古迹和遗迹见证了希腊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也成为了吸引游客前来探索和学习 希腊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景点 希腊历史